每一個職業選手 應該說職業隊伍的中部都會使用 像是巧威阿 Mapple阿 可是在後面有一次改動當中 我記得是無敵攻 其實對面的smite是還沒有辦法抓 Mapple說在這個地方竟然抓到了Empty Empty就要閃下了 這個點燃一定會燙死 最後一個Tick交出了 在野圈竟然遇到了小七 對應該是要被小七給貼身到死了 暈到 暈到很有機會 最後一個點燃下來了 加上口口袋的Q技能 收下了Diana的人頭 對 剛剛這邊 好這邊Empty上來想要做一個蹲點 這邊蹦 想要來強打羅夫斯 MappleSnow的血量有一點低 被頂起來之後做擊殺 小七的資源來不及救MappleSnow一命 對 這邊算是一個很成功的蹲點喔 在血量上面來說 其實比較不知道 MappleSnow為什麼在剛剛那個MappleSnow 我想來強殺嗎 塔下小七大腳一踢把Empty踢出去 但是旁邊羅夫斯的捆綁綁 剛剛應該是被套了去了 降化其實上路的一波二換化是非常成功的 因為在兵線是被推動的情況下 其實MappleSnow那邊很不易打 想強關衛雪 這個點燃的Tick很痛 直接被CocoDi單殺了 這邊也算是有點危險 我剛剛是想說 怎麼會這樣強打 因為他們差了一等下路的灰彈 又要爆發 MappleSnow已經來了 出高的Chance 血量很低 被金克斯擊殺之後 金克斯的加速開始跑步 這邊比較保守的選擇往後拉掉 因為帽卡也同樣的也PP過來 羅夫斯來啦 開啟反射漩渦 踩到夾子之後 血量還有一半以上 MappleSnow撐桿跳 想來逃脫 海之BUFF竟然空了 小七即時制約 但是血量也是搖搖欲最頓的眼之後 自己的隊友兩個都已經被一起殺掉 Yokoji 不是做一點壓力嗎 閃現了一勾 羅夫斯開啟了反射漩渦之後 劉娜大絕下來 不斷的傷害 打中霧斯身上 李星大腳一踢 把羅夫斯踢回來 哇 一整波爆發 還有半條血量 嗚呼 不過感覺上 NGUC要繼續做塔殺 這一波爆發 沒有問題 由Kryron收下這顆人頭 這樣的話 有 他們的獲勝機率就會越大 有著 勾到 勾到 但很有機會 把口袋往回刷了一下 接受他的攻擊 不過衛雪子的站位 有點太前面了 一整波傷害 掛下去 連燈頭都沒有拉掉 直接被口袋帶走 其實不得 這一波小兵直接被點掉了 不過想要來槍走 這個塔巴洛洛斯 TP進場 小七的血量梗迪 直接被科技給收下來 爆開看起來反射漩渦之後 直接纏上了對方的 可口袋 科技的血量梗迪 還有300隻左右 不過還可以繼續作戰嗎 MEPL的時候選擇往後 搶取科技的人頭 快樂的血量才是最後一點點 一個 Q技能 盾地的Q技能 直殺掉了 雷娜之後這一波會戰 則是有MEPL的後續到來 拿下了這個Triple 哇 這邊就是往下路的琢磨會多一些喔 因為這邊這個 進攻好像緩速到 這邊因為決開大決 大決想強抓Chunks嗎 這個刷把李星給刷掉 不過後續的傷害非常非常足夠 有快樂的最後一個爆發扯 龍夫斯的位置很深喔 哇 龍夫斯應該會先被抓掉 不過會戰在小龍池子門口爆發 這些直接被順殺掉了 龍夫斯克基反正漩渦都在後面 不過科技的位置很安全 這一波應該MS要完全表演 收頭了 好兆啊科技 打了一怎麼會的血還是滿的 閃現到對方面前 直接點掉了MOMO 還在追擊MEPL SOMA 這個傷害量非常非常足夠 支援喔 可以看到整場節奏 喔 結果在虎虎胎 在這個死亡轉角 竟然被勾住了 這算是在視野的盲區中 套下去落以後 還被打了這麼多的血 哇 結果在爆掉塔之後 NGU想要來ALL IN一整波嗎 但沒有人理會科技的傷害空間 直接讓科技把對面全部打爆了 哇 結果這一波的會戰 則是由WISH收下一個TRIPLE 這邊好像會一波倒 這邊很有可能會一波倒 對 這個小兵直接過來的話 應該是至少掉一場 我覺得會直接倒 因為有20秒的重生時間 可是只有一個星陀拉 應該是阻止不了這個進攻 哇 那這邊的話 強綁的Coco 大概之後也想要做一個 本季最後一次的交手 即殺開啟了這一波團戰 直接放倒了NGU 我覺得MSC這場的中後期處理 算是相當不錯的